县长黎明珍在县议员陈汉立县府农业处相关人员 以及多位中疗乡亲陪同下 前往中疗乡永芳村大丘园会堪也吸排水沟 林县长表示 农民在大丘园山区栽种多项农作物 但排水沟设施并未完善 农民担心雨季或是台风侵袭 将会造成作物损失以及影响周边交通 会堪之后请农业处协助修缮排水沟 确保百姓证明财产安全 中疗乡永芳村大坑这些刷屋里面 因为这些农作物生产很多 因为一些压客白水没有死亡 刚才大后来都会造成灾害 所以今天我们春汉立议员 特别关心 跟我们的代表 曾代表跟曾名副村长都真正关心 特别来探索 经过探索 其实有必要 所以我们管政府 同意来做压力的经济 把它做好 保障我们避免的生命 生命的安全 陈议员指出 该区农民转型改种经济作物 而日前山沟被雨水冲实 造成土石流失 影响农民收益 感谢林县展会刊 判施做排水设施 以及做好水土保持 确保作物顺利收成 黄书南农民除了感谢 县福云诺改善之外 并表示 该区目前种植红毛丹 柚子以及柳丁等等作物 未来排水设施完善之后 可将好的作物 推广到其他地方去 今天非常感谢县长 特地来到县长 来勘插我们这个山沟 有被冲死的一个现象 那棕梁是一个 我们农作物 种非常多的地方 像这样子 有在种植的地方 有这样子 有水土保持的需要 县长亲自来到县长来看 非常感谢县长 那也希望说 在未来呢 我们在山上里面 这个水土保持可以做得更好 今天很感谢县长 以及我们的议员 以及一些代表 来给我们 探索压家的水稿 因为最近这几个年 让我们的路红台这样做 都做成一些水土的充实 我也很怕说 这条水稿如果没做 会影响到 面上的道路的通行 所以说 今天很感谢各位 顶官来给我们 考察 可以顺利来完成 谢谢各位 该排水沟坡度陡峭 为避免损害扩大 而毁损排水沟附近 寒管 以及冲刷道路 黄新农民提供土地 让县府进行排水沟改善工程 长度约120米 工程所需经费 约有70余万元 林县长会刊之后 立即批准改善工程公文 并指示相关单位 尽快修盛 请不吝点赞工程中文 请不吝点赞工程中文